易银董事长蔡庆年联合报系资料照片记者孙中英摄影分享 有媒体报道易银董作遭出境留置 易银董事长蔡庆年表示并未收到任何出境留置通知 易银表示蔡庆年并非本案被告或其他共犯并无媒体所传之情事 有关易银贷30亿给庆父 恭喜曾姿的谣言 易银澄清104年9月庆父向第一银行提出融资需求时 资本额已达30亿元 并于连带条件中要求庆父需于105年及106年各增资20亿元 截至105年该公司已完成增资至50亿元 106年尚未办理增资 易银表示庆父的大股东沁阳投资公司是已提供100% 足额等值的波动产及于传等担保品 向易银生贷 其中105亿作为105年度庆父增资用 庆阳投资是已失足担保方式向易银办理融资 非外赚易银私贷30亿给庆父 对于近期媒体或鸣嘴不断引射或以错误资讯造成社会大众的误解 重商经营团队及银行商誉意应表达严正的抗议并保留法律追溯权